接下來這位選手所選的一首歌 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歌 《甜蜜蜜龍亭》 我的感覺好像過了很久很久的時間 今天可以來到這裡再唱《街頭》 讓我很開心 很開心, 我覺得很久很久都沒見過 他們好像親人一樣 旺角是小龍女追夢的戲點 她覺得自己跟電影 《甜蜜蜜》中的女主角很相似 都是隻身來到香港打拚 想靠自身努力賺錢 令父母生活過得好 所以選了這首歌 天蜜蜜 天蜜蜜 你下的天蜜蜜 你下的天蜜蜜 好象花 兒 開在春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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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还在梦里 梦里梦里见过你 甜蜜笑得多甜蜜 是你是你 梦见的就是你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还在梦里 梦里梦里见过你 甜蜜笑得多甜蜜 是你是你 梦见的就是你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过去 是你 好,有請評審,可以給分了 說針之前,我不敢唱鄧麗君 因為之前跟各位老師談過,有點… 我不按燈,也是因為那個原因 因為太像鄧麗君 即使是唱張偉妹的版本 你也像鄧麗君 我想問我能不能唱鄧麗君的歌 但我很喜歡《甜蜜蜜》裡面的張 張蜜蜜的角色影響我很大 你的黎明在哪裡?今天有來嗎 沒有,還沒找到 還沒找到嗎?好 我們看看《甜蜜蜜》為隆亭帶來多少分 83分 這裡很大分 恭喜隆亭,憑著《甜蜜蜜》順利晉級 你嚇壞人,叫人家不要選鄧麗君的歌 我沒有叫他不選 真的 因為他唱歌時,他很享受 很甜蜜 我經常說在舞台上 你享受,別人就會享受 就這麼簡單 其實就這樣唱鄧麗君沒甚麼不好 我記得 鄧麗君就是鄧麗君,是嗎 是 天蜜蜜,連我們的天后阿菲都影響得這麼深厚 是嗎? 剛剛說完了,王菲 我也想可能給點提示 王菲以前也被人說 他有很濃烈的鄧麗君影子 那件事不能三時一刻就改變到 希望你好像王菲一樣 他也用了一段時間 去把鄧麗君的影子撕掉 而建立了王菲獨有的風格 我很希望龍亭 接下來的日子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謝謝 回應周老師說 其實當年王菲也推出了一支碟 我記得叫做《非非非之音》 是他翻唱了鄧麗君的歌 但他又有自己的聲音 有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演繹方法 慢慢你可以嘗試找一下 有沒有一些新的方法去演繹一些舊歌 我肯定有很多人會追捧你唱這些鄧麗君的歌 所以無論如何 你有一定的商業價值在裡面 謝謝 我可以再補充一點他們說 其實你每次選擇的歌都選得很好 很適合你唱 你將你的缺點遮蓋 將你的優點放大 你不會選擇艾的歌 其實你很聰明 但反過來我覺得 你模仿任何人沒有問題 但我更加會欣賞 你能夠推出這首歌 變成自己的聲音 好,恭喜龍亭 謝謝 我覺得你不會支持 送《上方法庭》 謝謝 很有努力 我 trov Gente